很多地方都有圍拍 例如呢? 例如上水港鐵站 北區醫院 反名歌爾夫球場 即是很嚴重的嗎? 當然 阿sir 說到這些地方 圍拍問題這麼嚴重 又未解決 我們一於去這三個地方試冊 Jazzup VPN 又回來了 月費不用一杯咖啡的價錢 為你加密連線 上網就夠安心了 現在很多購物和購票網站 用了IP位置來制定價錢 買東西都可以用VPN省錢 避免價格出現差別 你還可以解鎖地區限制的劇集和電影 例如Netflix HBO Max和Disney Plus 就算身處外國都可以看到ViuTV 一個帳號就可以無限於裝置上使用 現在鍵入短片下方連結 或者是Checkout輸入Channel CHK 就可以享有雙十一的限時優惠 和額外五個月的月費 提提你 Checkout VPN 還有三十日的退款保證 心動呢? 快點立即申請吧 第一站來到粉嶺高爾夫球場 可惜我們繞勻了整個圈 都見不到有圍拍 反而高爾夫球車就有幾架 我們第二站就來到北區醫院 現場大約有七架車排在路邊 不過裏面有幾架車都有司機在 我很少來 我的車媽來看醫生 看完我車回去 都不是很長時間 為什麼會 拍街是否因為沒有車位呢? 不是長時間 都是一個小時後看完 所以就放進去吧 那以你印象 你覺得上水算不算圍拍很厲害呢? 都不是很厲害的 沒有九龍、沙蓮都很厲害 你覺得警察多不多來抄牌呢? 多嗎? 多嗎? 多少度呢? 一天多少次? 一天三次 我看你現在也在車上 是不是因為怕警察來抄牌呢? 都是的 上水哪裡抄得厲害 或者圍拍問題嚴重一點呢? 上水地鐵站 這個司機和阿Sir說的不謀異合 都是覺得上水港鐵站最多圍拍 我們去到現場 的確是擺滿了車 有九輛到 不過 這裡不是禁區 不是商王 是一個備車處 備車處的設置 原本只是給上落客貨 長期佔用停拍才是違規 現場有九成的車都有司機在 如果只是上落客 又算不算是圍拍呢? 讓我們先訪問一下車主 我不會離開車的 你是不是都不敢離開車呢? 當然啦 他抄了我吃自己的 其實四圍都違法問題嚴重 你覺得是否抄得多就解決到呢? 抄得多都解決不到 最大的問題 是現在真的很多車 又不夠車位 我覺得是一個死靜 沒有辦法解決 上水居民對於區內違法問題 又覺得嚴不嚴重呢? 其實你說青河村那邊 就是保濟路那邊 或者是天平川那邊 那邊都會有圍拍 當然空廠區那邊都會有 上水港鐵站那個圍拍 其實最主要就是在 支出口旁邊的 輸液立平那裡 那邊是會比較圍拍的 還有第二就是在這個 保濟村對出的那個位置 那些圍拍就看到 通常都會在夜晚多 那車站那邊那個 就幾次都有了 因為那裡是方便 那些人經常一上落 就有車站在那裡等人 那警方在區內抄牌 又算不算密呢? 那火車站那裡 有人投訴 或者區隔離都出了 那些人抄就不說不抄 通常趕車 通常有司機在那裡 每個車站在那裡走 金金話 居民覺得圍拍是比之前多了 原因是多了人開車 本身都還有爛地停車場 可以擺下車 不過現在的地 又起了很多新樓 變相少了很多停車場 但是現在的停車場沒有了 例如說 上水廣場一對住上水匯那個位 經常很多復衛車上落過 然後後面跳路又窄 那些後面會有巴士 又會有公共駕駛的車 那便盜住市民 就會覺得 如果我沒有開車 我這樣坐在車上 就是因為他們這樣塞住 那便塞住了 所以他就建議 假如一些爛地收了去起樓 政府會不會可以在區內 興建一些多層停車場 方便區內的居民同時 又可以解決違法嚴重的問題呢? 大家又怎樣看? 歡迎留言 記得Like和Share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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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